在香港关塘一家名叫Tea Club的餐厅里 悬挂着多位身体有缺陷 但艺术天赋秉逸的展能艺术家的画作 2020年国庆和中秋佳节临近 这家餐厅专门腾出空间 摆放和售卖 由展能艺术家绘制封面的月饼礼盒 既向客人表达 佳节祝福 也为艺术家提供更多展示才能的机会 听障艺术家苏达成便是其中一位月饼礼盒 封面化的创作者 苏达成创作了中国化雀鸟 既望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秋节 能够互相鼓励和支持 也希望疫情在香港慢慢减退 苏达成通过手语翻译告诉记者 这个月饼的制作我是第一次的 其实之前又曾经帮过海洋公园 做过一些画作 还有另外一些机构 今次这个月饼的制作是我第三次 透过我的画作可以完成 这样印刷在一些承制品上 我觉得好像如果自己一个人就有点孤独感 就趁着这个中秋人月亮团圆的时候 我直接初料去表达一个人 可以有不同的地方都可以聚集在一起 一个好团圆大家互相交流的方式 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苏达成 精神面貌上加 他拥有30多年修补中国画的经验 徐悲鸿 齐白石 张大千等名家的画作 曾经在他精心修复之后以高价拍卖 因为经验丰富 苏达成的老板在他退休后 仍希望他常来帮忙 对于有听力障碍的苏达成来说 学习修复中国画 从入门到熟练再到精通 是一个慢慢探索和揣摩的过程 既要修复画作 又必须保留原作者笔记 和其他人同事或者什么 一起学习 一起研究 也从中看到画作里面的时候 我理解到当中很多中国画的技巧 T-Club餐厅也悬挂了苏达成的画作 《日出变幻怒涛》 这是一幅采摩作品 T-Club业务推广总监吴婉婷说 在餐厅有作品展示的 每位展能艺术家背后 都有一个感动的故事 希望他们在有心人的帮助下 能够获得更多鼓励 认同和尊重 因为他们这个作品 其实构成了成本 其实我们每一位展演艺术家 参与在创作的展演艺术家 都有分成 这个其实是很帮到他们 未必可能是很大的数 但是我们是有六位艺术家参与创作 不会说是一个一次的鱼饼展销 都可以帮到他们经济上很多 但是起码是给到一份鼓励 一份认同和一份尊重 我会认为在香港 在做艺术产业化的 文化产业化的过程里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blonde 个人 梁 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